11月15号 辽宁抚顺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残疾人按摩师反杀案 2018年9月18号二时许 残疾人按摩师于海逸将一闯入按摩店的男子吕某统伤 吕某在于海逸陪同送医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 检方表示 吕某生前曾患糖尿病 且在事发前有饮酒行为 但饮酒多少尚不明晰 于海逸辩护律师认为 检方未对吕某尸体的酒精含量 及体内是否有毒害物进行鉴定 难以判断吕某强闯佐疗店的状态及最后死因 检方认为 被害人吕某实施侵害行为时 未使用凶器 尚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于海逸却持折叠刀刺伤吕某 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属于防卫过当 于海逸表示 事发时已两点多 他当时已经处于熟睡状态 被吕某吵醒后 他觉得很害怕 且当时没有反应时间 觉得对方可能是带了工具 所以才进屋里拿了刀 于海逸的辩护律师表示 案发时 于海逸心里是极度恐惧 所以持刀防卫是可以理解 同时于海逸有救治吕某的行为 其随同救护车去了医院并交纳了医药费 说明当时他是主动承担了责任 希望司法机关可以换位思考 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认为 于海逸虽有残疾症 但是其生活行为都未受到残疾的影响 尽管按摩店不是24小时开放 但是曾有顾客在12点之后 在按摩店接受过服务 所以不应按照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来追责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于海逸刑事责任 死者家属在庭审中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于海逸赔偿丧葬费 死亡补偿费 精神抚慰金 共计82万余元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本案将择期宣判 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